通讯及多媒体部副部长拿都扎西迪早前误会沙巴女大学生维维奥纳爬数考试 是为了博取点击 结果报受抨击 当事人今天透露 当时其实是根据维维奥纳的大学讲师 提供给古达国会议员阿多拉辛的资讯发言 她表明会亲自到沙巴 向这名讲师和维维奥纳了解真相 扎西迪今天在国会召开记者会 离清沙巴女大学生维维奥纳爬数考试的各中谜团 她解释 按照国会惯例 议员都会参照当地大议室提供的资讯 所以她不宜有诈 就采纳财政部副部长兼古达国会议员阿多拉辛 所给予的消息在国会上发言 扎西迪已再强调 民众不应该分享未经证实的消息 她为这次的乌龙道歉 但她也认为 这名讲师不应该提供错误资讯 她表示 风波已经告一段落 更指在野党图谋将这件事政治化 没完没了 副部长也承认 不少议员向通讯部投诉 选区的网络服务部家 她对此向所有人道歉 表明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会致力解决问题 沙巴女大学生薇薇奥纳是在今年6月13号 在社交平台上载一段挑战24个小时在树上的视频 让网民了解沙巴学生如何在网络不佳的情况下应口 然而扎西迪上个星期四却指女大学生公然撒谎 为了博取点击率 谎称要考试 马新社电视采访报道